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 那些个新死军隐藏得太甚了 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他们的消息 不过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们 住口 我现在就要 是 我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我给你一个答复 我不要吃这些没用的 动手 不是 你们干什么呀 白河小姐 老大 救我呀 老大 我 我们真的是尽力了 你就放了我的手下行不行 但是你尽力的结果 我很不满意 不是 这 这 当手 老大 不要 白河小姐 我求求你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白河小姐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混音呢 余德顺 我这次只是要他一根手指头 下次过来还是没有情报 我就要你的闹 走 櫻花团要来朝阳城表演慰问咱们皇军了 冯一斤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是啊 太好了 一定要去看一看 半天少佐 櫻花团要来朝阳城慰问演出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请让这个表演对外公开 让中国的百姓都能前往观看 而且 一定要让公本司令 当日前去观看 百合相 这是我们皇军内部的表演 从来没有对中国人开放过 我们一直找不到新四军的行踪 正好可以趁此机会 把他们硬上钩 将他们一网打尽 原来是这样 倒也是个办法 谁 是我 夏儿姐 夏儿姐 嗯 你听说那个櫻花团要来这儿演出的事情吧 你是说下个月二号 日本有个櫻花团要来朝阳城演出的事吧 一开始听说这个消息我也很兴奋的 可是回头一想 我又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慰问鬼子的演出 它不是在军部 是个公开的演出 不仅小鬼子可以看 而且他们还让全城老百姓跟他们一同去观看 据说这个公本也会去观看这个演出的 这不正好给我们一个刺杀公本的好机会吗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这鬼子制造出一个与民同乐的机会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紫月 你现在的心思越来越细腻了 你分析得很对 这件事情确实很古怪 嗯 夏儿姐 你说那这下咱们该怎么办呢 先别着急 咱们回去跟白大哥商量一下 必须从长计议 好 你摆那么一个简单的棋局 我一看 就知道你设了一个陷阱让我掉进去 那刚才你说 隐心四军的计划 跟这个棋局一样的简单 但是 心四军会相信吗 我 我知道 他们肯定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圈套 那你设这个局是什么意思 新四军一直想刺杀公本司令 但是苦于没有机会 现在我给他们创造机会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的 我故意把这个局设得那么简单 就是要让他们看出来 这是一个圈套 新四军一直自负聪明 他们肯定既不想掉进我的圈套 又想刺杀公本司令 那你有这个信心 他们一定会来吗 这绝对不行 你想 上回我们呢 放了炸弹 鬼子一定知道我们要对付公本 可是白大哥 这次是个绝好的机会 咱们错过这一次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有这样的机会了 从这表面上来看 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但是目前只是听说公本要来 万一到时候 这家伙要是不来怎么办 但是你要知道 舍不得孩子套不脚狼 这次机会非常好 千万不能错过 是 姚大哥说的对 我们必须想一个万全的办法 既不掉进鬼子的圈套 又能把公本给干掉 能有这么万全的办法吗 如果鬼子设下天罗帝王 等咱们怎么办 我觉得这样太冲动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么简单的棋局 我都能靠过去 是因为诱惑太大 你给新四军设计这么个机会 我也相信 他们会冒这个险 师父明明知道 这是我的一个圈套 为了吃掉我这片黑紫 您还是冒险进入 因为您有自信 一定可以突出重围 破解我的圈套 新四军也一定以为 他们可以破解圈套 所以他们肯定会来冒险的 好 你有这个自信 非常好 但是这一帮新四军可不能小看 你要记住 他们能办那么多的事情 并不简单 不能轻敌啊 师父请放心 我已经跟本田少佐商量好了计划 整盘鞋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只要他们敢来 他们就一定逃不出去 如果真要动手的话 咱们一定要想清楚敌人会怎么对付我们 他们肯定会重兵把守 重重埋伏 一旦咱们出现 那插翅也难飞了 要不然这样 他们提前在场地里买起个炸弹 到时候咱们不用动手 直接把他们给炸飞了 这样也不行 经过上次的事 我相信鬼子一定会严防死守的 我们再想带炸弹进去 肯定会把他们搜出来的 要不然这样 我冒充成一个日本士兵 想办法接近宫本 给他来一枪 不行不行 到时候你跑都跑不掉 跑不掉就跑不掉 能把宫本干掉了 我赔向小妹也值了 我说柳飞 你能不能别这么激怒 这打仗不光靠的是勇气 那还得靠智慧 你别把鬼子想得那么愚蠢 要是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能干掉鬼子一个司令 那我们早把鬼子全赶出中国了 那你说怎么办 蔡大哥说得对 这两军交战必须知己知彼 我个人认为 鬼子这次之所以搞这么大的排场 很有可能就是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他们在赌我们一定会有动作 另外我们还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 鬼子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防备呢 这万一宫本要是不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临时终止行动 还要想好撤退的路线 同志们 我刚才听了你们的想法 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这样行 他如果出现的话 找到机会我们下手 如果他不出现 我们就取消计划 这样 如果我们战斗分成三个小组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 比如说这里是目标 我们就在这儿 师父 虽然你想尽办法杀出重围 但是这一局 我布置的是天罗地网 这些子是逃不出去的 这局我赢了 好 好 我输了 不然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那么一个简单愚笨的局 竟然是大智若愚 好 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谢谢师傅 我会继续努力的 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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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回来 好错 算你们小子还有点良心 队长 你不回来 不能碰 我还没好透呢 还疼着 挺好了 队长不能碰 不能碰 走 走 队长 休息休息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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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只要以后好好跟着我干 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谢谢队长 兄弟们 今儿个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庆贺庆贺 队长 我没钱 就是我们没钱 没有 队长 我也没有 好 好 这件事情就这么安排 我们一定不能让公布司令有危险 报告 进来 半天少主 百合香小姐 黄队长 你的伤怎么样了 我的伤那么重哪能好那么快啊 可是我是黄邪君的队长 我心里装着职责 所以 看着伤刚好一点我就出院了 我得赶紧回来 要不我手下 还不知道散成什么样了呢 没有我管着他们呀 他们办不好事情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去忙你的事情吧 半天少主 那个爆炸的事情 是不是还在查呀 不 我说你有什么事交给我办就行了 好 有事情我会找你的 去吧 半天少主 百合香小姐 其实我还有事情想向二位汇报 商量 什么事情 就是开烟馆的事 我们的烟馆一切齐备 开了门就能做生意 以前这都是松景先生经手的 现在他不在了 我 我也做不了主 所以没有二位点头 我也不敢呢 烟馆虽然现在是小打小闹 可我手下有这么多黄邪军的兄弟 不给他们点好处 他们怎么能全心全意的 为黄军卖命呢 当初开烟馆也是我们的策略 虽然遭受了很多阻碍 但是现在你既然能把它开下去 你就开吧 谢谢百合香小姐 谢谢 放心 赚了钱我一定上交 算了 这点小钱你就给自己留着吧 谢谢半天少主 谢谢百合香小姐 放心 我不会因为烟馆的生意 而耽误正事的 去吧 队长慢点啊 慢点 人逢喜事 金神爽 好啊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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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是 是 赛翁是马 焉之非俗 对 我就没运走了 接下来好运炸堆的来啊 就是啊 队长大胆不死 必有后福啊 那当然了 你知道 我两次都没死 知道是为什么啊 那是我命的呀 这个是这是 叫我管那个烟馆 只是发点小财 将来还会发大财呢 队长 队长 咱不是死两回 是死一回 我 这都是秘密 我告诉你 你能给我 说出这个秘密吗 队长 你跟我说 我什么都不说 说出去的话 撒头呢 不说不说 真的不说 你知道那次 那个公本司令 啊 开会的时候 不 不 队长你吓我一点 炸弹爆炸了 你知道那炸弹 是谁带进去的 谁啊 我 队长的炸弹是你放 是你 你放哪 骂他 我看你他妈的是 是我的 心腹子人 我才告诉你的 你这件事情 天之 地之 我知 我知 你知 说出去的话 会被雷劈的 队长 这事我懒得肚子 不能说 不说 咱们上海儿喝点 不喝了 咱们回去吧 喝多了 队长 走 上小猴那儿去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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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 我说你小子怎么了 今天怎么了 我打喷嚏 没什么事 估计是昨晚着凉了 相儿 我进城之后 这田水村的事物就由你暂时管理 好 队长 带我去吧 我伤已经好了 丹丽 你还是留下来养养伤 有我们四个人去就行了 大大哥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好 白大哥 放心 我们先走了 走啊 走了啊 白大哥他们这一次 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真希望他们能平安地回来 白大哥和蔡大哥 都是身经百战身手不凡 我相信他们能够应付得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没事吧 没事 真的没什么事 就是鼻子总有点哑 没事就好 跟我来 谁 我 白萨儿 准备就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你过来看 好 你们看 都在这儿了 看来准备得不错 对了 白大哥 踩进踩得怎么样了 我发现了一个制高点 王爷 王爷 不要跑 你们明天呢 就在这个制高点准备据击 但是要记住 机会不多 一枪毙命 刘飞 你明天越接近武台越好 但一定要小心 放心 白大哥 明天咱们完成任务之后呢 在二条巷那边集合 这块可以绕过敌人的少将 直接出城 好 好 好 你们准备吧 到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守护 司令到 司令 司令 怎么样 你们 隐蛇出洞的计划 安排得怎么样了 报告司令 都安排好了 那好 明天我会按照你们的计划 出现的 司令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冒险的 但是我不出现 他们是不会上钩的 司令请放心 我自有办法 司令 司令 还真是有几分下午啊 但是这能瞒过信四军吗 司令请放心 这些信四军没有跟您正面接触 他们只能通过军装来判断 是不是您 而且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 言语的训练 到时候 肯定没有问题 那好 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是 肯定 там 不 肯定 竟� nat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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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歌 空 师父 已经不早了 您还不休息吗 我毫无睡意 想起要给我徒弟松茎报仇 我的血液就沸腾了 明天 明天我要大开杀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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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初 臣司令到 我们走吧 好好好 什么家 尊贵的皇军 还有朝阳城的老百姓们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樱花团能够来到朝阳城 给我们最尊贵的皇军 还有朝阳城的老百姓们 进行慰劳表演 我们感到万分荣幸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表演 但是今天在表演之前 要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的公本司令 上台讲话 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们 你们好 非常有幸啊 这么多年跟你们在一起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并肩作战 你们都是大日本帝国 最勇敢的军人 是我们大和民族 最优秀的子民 好 好 今天 冰花团的到来 就是为了慰劳 这么多年来 你们的辛苦和风险 来 当然 我们也允许了一部分中国人 跟我们一起来观看演出 我们要这么做 就是要让中国人相信 我们大和民族的诚意 我们大和民族 始终致力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 我们相信 天皇陛下 会给你们带来 新的希望 和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大家 效忠于天皇 为大和民族的 昌盛繁荣 努力努力 再努力 好 好 好 天皇罪 好 好好 好好 把手举起来 天皇罪 天皇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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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慢走 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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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大哥 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样 王八功本啊 干掉了 现在全程都乱了 都在缩路走 马上就会追来了 快走吧 我们分头走 我要把他们引开 赶紧走啊 走 走 走 快追 快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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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快 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我不会轻易放你走的 小鬼子 哪那么多废话 接招 还想垂死挣扎 小鬼子 要杀就杀 好 杀大哥 杀大哥 勇菲 你们俩一个都走不了 勇菲 刘飞 刘飞 快走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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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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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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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请就刘飞 你不能走了 刘飞 你回来 刘飞 没能救了 刘飞牺牲了 刘飞了 我真没想到 连恨天都坐马上了 刘飞 劉佩 不知道 白老大怎么样 你先在这里避一避 我去探了风头 让我们想办法昏出城了 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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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抓活的 沒子彈了 兄弟們 上 快點 打 打 快車 快車 飛 剛才是誰 不知道 追 快 追 老大 我们现在怎么办 跟着他 走 好 帮爷怎么了 受受伤了 柳妃 怎么会伤成这样的 别急了 本来 我们就快要撤出来了 没想到半路上 杀住个横天 那老鬼子的功夫 实在是太厉害了 帮爷受了重伤 柳妃 柳妃呢 柳妃 你得牺牲了 可以 快 他快伸不住了 快回去 走 慢开 混蛋 巨人连一个都抓不住 是我小看了敌人 让敌人跑了 请少佐责罚 废物 一群犯徒 王金彪 我们布置了 那么严密的包围圈 你又带着那么多伪军 巨人还是让他跑了 白河湘小姐 当时明年在场的 我本来差点就得手了 可不知道他们的人 突然怎么就冒出来了 这死就让他们跑了 你 王金彪 你每次都有借口推脱罪责 半天上组 公本司令他 报告 半天上组 百合乡之位 宫本司令要接你们 知道了 滚 是 司令 司令 你们两个人 这次合作得很好 这正是 有希望看到的 司令 我们这次的行动 效果并没有取得最好 这次的行动 真正的打击了敌人 大大地消灭了 新死军的企业 我相信 通过这一次 咱们再也不敢 轻举妄斗了 谢谢司令的夸奖 可惜 我们只杀了一个新死军 其他几个人都跑了 本来还可以 围捕到另外一个新死军 但是没想到 出现了几个神秘人 把他给救走了 神秘人 是的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他们的身份 也许是新死军的接应 也许是当地的武装分子 总之 又被他们跑掉了 不要过分自责 这次的计划 结果已经非常好了 虽然我们没有 彻底地消灭新死军 但是 我们已经成功地阻止了 他们的刺杀行动 这对提高我军士气 大有好处 同时也证明了新死军 不是什么三头六臂 你无所不能的 我们完全有能力 可以把他们打败 再劫再厉 直到我们把他们 彻底地消灭